大家好 我們回到下半場 沒有那麼多精彩的話題 正經一點 海關關掌 不正經的要看上集 上集我們都很正經的 其實都是正經的 我們都是很生活化 還有很客觀地 很科學性地將一些問題說出來 其實我們對於所有溝女 或者是男女關係 甚至這些東西 或者是這些簽署的 一些刑事案件 我們講的方法都很科學 其實除了科學化 我經常說是一個經濟學 男女經濟學 都是一個很深的學問 還有這個是我和大師經常研究 花了很多時間去研究 研究多年的一個學問 深得 講了海關關掌 何佩山和深圳關掌郭巨江見面 討論了很多議題 包括走水火 最主要是陸路的對岸點快速聯繫 互相執法 水貨 跨境犯罪 主要很多 現在就講了水貨其實是一個比較奇怪的問題 水貨是否合法呢 其實是合法的 不是合法 水貨是合法性 水貨是民生很大 很多人是靠水貨為生的 GDP貢獻很大 其實水貨在香港 當年的時候 我記得在踢行 我想你們很多朋友都參與了踢行 但是問題在踢行 那裏 在水貨上 其實相對來說 因為香港其實是第一者 因為大陸收少了稅 其實香港賣水貨 是賣多了東西給大陸 所以我當時已經很不妥那些踢行的人 其實我們是收了錢 賺多了錢 你不抵得有些人賺錢 而你自己沒有份 那些藥房就賺到盤盤盤盤盤 但問題是那些會trickle down 水貨首先是合法 現在根本不是犯法 而其實就是經濟的促進 但是有些犯法水貨 就是你換稅 可能你很多事 其實已經打擊得很嚴重 其實香港沒有了水貨 我相信香港沒有了水貨一年 可能是不見一百多元 反過來不僅是出的水貨 入也很多 那時候有幾間都是專賣水貨起家 那些都是經濟的貢獻 香港其實 就是叫平衡入口 但當然有些朋友是多了 或者那些走私 所以我覺得就是 但是問題就是中國還會少收稅 其實香港 因為香港是一個免稅港 所以我們很多時候 水貨永遠是對我們有利 只不過是對大陸沒有利 所以就要照廢 其實這個是照廢 大家不需要當什麼 就是上面照一照關長 就是告訴你要怎樣 防止你們在香港有水貨進入大陸 因為這樣會影響他們的稅收 所以香港來說沒有問題 或者有好處 沒錯 沒錯 我們其實很多空姐都在水貨上來生 一個拖劫其實是水貨 它哪有三大 它很多時候是來回的 是的 那我就說 印度的國防官員 就在10月30日 就向路透社證實 中印官員就已經是 確捷後撤了 那他們就是 因為在之前 21日、22日的時候 他們已經就了 就了邊境問題 達成了解決方法 所以就打了撤兵 因為其實 之前在2020年的時候 在5月的時候 就開始在拉達克 就是四年前 四年半前 就在拉達克地區發生流血衝突 就造成了20個印度士兵 四個解放軍官死亡 兩個人是打一些兵器膠 有些狼牙棒 但是拉達克就是印度的一個 學習米爾大家爭議的地點 因為它是一個制高點 所以大家在那裡就有 其實真的不明白那些地方 差來做什麼 它就是因為是一個制高點 你覺得地方 你下去了容易 你在拉達克打下去就很容易 你在拉達克打下去就很容易 所以中國就有一個制高點 他們大家都想拿到這個制高點 那就變成了一個 我想這個就是 印度的經濟可能不太好 亦都在西方得不到太多 即西方本來是搬一些東西 但是應該近來就不是很順利 哇 真是不容易 在印度這個社會 我去過我也覺得 哇 真的我去過 我去過印度怎麼會 你說過你在印度 飲水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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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敢混的 就絕對 但是水都不敢喝 真的 我去到印度 都是一定要帶自己的水 帶自己的杯麵 還有我真的有個朋友 他去印度 我已經知道 去之前已經知道 這些東西 刺子也要自己帶 水、杯麵、刺子 真的連刺子 你這些這麼入心入肺的東西 真的隨時出事 所以是水、刺子、杯麵 這些必須要帶 你去幾天 一個星期左右 那時候出差 所以變成一劫 基本上都是民生日慾 幾年前 那都幾年前 我想沒有十年都八載 哪個地方買買 Bangalore Bangalore 是天堂與地獄的 那你覺得 又很亂 和很 insecure 那剛才說 飲食的問題 我有個朋友 真的試過 已經知道 這些事情很嚴重 所以他什麼都大齊 聽了我 聽了我叮嘱 但是最後 在臨酒之前 在機場 就想著 搞定了 沒事了 走得 喝了一杯汽水 汽水不是問題 罐裝可樂 沒有問題 他喝可樂 最佳他加冰 那些冰 就糟糕了 開了罐可樂 倒了冰杯那裏 喝完之後 上機 糟糕到什麼 總之 所有東西 真的千奇 要麼就要 像剛才說 開了罐可樂 是要可樂公司 即是原封不動 賣給你 不要說 賭定出來的那些 還有記住 千奇 水製的任何 包括冰也好 任何水製 甚至乎 吃咖喱也好 吃乾咖喱 比濕咖喱 越多汁越多水 越危險 但是你有沒有去過 印度的 你喜歡的美酒店 有沒有在酒店裏 的高級餐廳 吃過飯 有 其實是一定要 在高級餐廳吃飯 但是沒有事 即是高級餐廳吃飯 沒事 但又是那句 不要有太多水製相關的東西 即是你還是要吃一些簡單 乾 甚至乎是外國已經 吃好 即是入口的 這樣才行 我看到一個視頻 是兩個鬼 兩個鬼 兩個鬼 韓國 是去遊印度 他們去遊印度 很危險 他們就要非常豪華 花很多錢去 原來都很安全 如果你肯花錢的話 全世界都是 你肯花錢 安全 一定好玩 有保錶 所有東西都準備好給你 當然是好玩 但一般人 其實有什麼好去 我都不明白 即是 印度 我覺得無必要 還有 主要是社會制度 和人們的文化 和想法 第一 坦白說 生產力不是高 他們不像中國 中國是人口多的國家 但是真是人們的 生產力 和上漲 上進心 那這十年中國人引渡 兩方都進步了很多 這十年 但是你始終是中國人 所以當時 美國都選擇 中國是很對的 那種 那種生產力 和那種 是完全兩回事 即是你和他們交手 有交手 是他們 即是炭完杯茶 十點鐘 更差 那些人經常說 香港人上班 打了卡之後 就十點鐘 吃過早餐 才正式開工 他們不是 他們一來 已經是辭職 二來 回去 都自私言 喝口茶 又躲到中午 又再吃飯 即是 你基本上 一天來講 做不到多少事情 而且他們都頗固執 頗堅持 頗健 那些 即是沒有中國人這麼順利 沒有的 不是認錢 就不認人 總之有自己的原則 又要跟你 又要他那套 然後又有很多 程序上 很多程序上的 他要一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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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按部就班去做 是不會 靈活變通的 所以其實你到最後 很難的 即是不像 可以成為 取替你 做一個世界工廠的那些 是不可能的 即是 整個社會的文化背景 還有那些階級制度 也一樣 令到他們之間的人 又互相歧視仇視 或者互相不配合 那你怎麼搞 我請你的時候 我誰知道你 什麼很多事情 總之看最後名 大概知道 看他姓什麼 就知道他什麼族 什麼背景 什麼身份 我們不知道 對 外人 誰知道這麼多事情 所以 沒有 你去到很容易 所以去那邊 搞 back office 那些事情 通常都 真的 招頭爛額 出來的 而且他說 喂 是呀是呀 是人工便宜 喂 大概你當是 可能大概 這裡 一個香港的CPA 你在那邊請到 四個五個 這樣 但是 喂 他四個五個都不夠你香港 一個CPA夠勤力 崖根底夜 肯OT 又博散 又多竅 你十個都沒用 你在那邊請 十個CPA都不夠你香港的CPA 所以浪費 所以為什麼 到最後 很多西方國家又說 不去大陸設廠 去印度 喂 浪費氣了 又 沒有法治 又立亂 治安又差 接著那些人的culture 或一個mentality 全部都不適合的 你真是 怎麼搞啊 OK 那我們講印度的老闆 英國財政大臣 公佈了工黨政府 新上場的首份財政預算案 計劃每年增收400億英鎊 包括增加資本利得稅 增加雇主的國民保險比例 就是填補 因為他之前已經說過上一屆 他已經說過上一屆造假數 騙了他們 騙了他們 沒有討論的嗎 沒有討論的嗎 總之 他的預算就是上次 調數是跟他們不合的 OK 然後所以會一直增稅 現在他就說英國還是G7 始終利得稅最低的 所以有空間去加 所以會加 顧主委員工的國民公款比例 也要增加 所有的稅都會增加 唯一是調低了最低的生活工資 所以National Living Rage 就會調高了一些 所以就增加了60% 唯一是比較做這件事 就算是政府增加 會增加支出 那工黨一向都是賣這件事 是 他就說他們是握數 但是英國其實 國債債務水平 就是GDP的100% 但是日本是低於日本 其實它不算太高 日本是去到261% 美國也是121% 德國就少了很多 其實我這樣說 它的債務是嚴重 但是不是很嚴重 但是雖然是近期之間最嚴重 是近63年最嚴重的 但是問題就是 戰後之類 不是戰後 那個叫做63年 即是一九七幾年 六幾年的時候 六幾年是最壞的 英國經濟 所以大問題 他就說了會加稅 那也真的會加稅 那就經濟都很像 選工黨的人 是不是都期待這件事呢 其實我也很疑問 通常沒有人喜歡 選一些加稅的政黨上場 會期待的 會期待的 也會期待的 純粹想要最低工資 就是很多人想提升 這個最低工資實力 因為現在的貧富人數太厲害 太誇張了 所以財富再分配 要加一些富人稅 就把錢撥下去 給基層 沒錯 但是英國這樣搞下去 它本身脫了歐之後 都已經很多事情很不頂 其實一加稅 更加趕走所有的商人 其實那些商人都走得很厲害 還有如果說金融市場 倫敦和香港都被美國吃到 完全沒有了 真的 你們做金融理智 都知道 集中了全部都是美國市 真的 現在連搞上市都是 離不開NASDAQ 沒錯 多少公司都不選 香港都走到NASDAQ搞 都沒辦法 真的 所以美國的財技真的贏了 低息時候又贏 高息時候又贏 對 美金當然 美金霸權 所以現在最怕的是 蜘蛛會打破美元霸權 不過我覺得 反過來就未必 反過來就是 它會統治蜘蛛的市場 大哥 你又是在美國那裡搞的 所有事情 我覺得沒有大爆炸的軍火 即是它 夠惡 你也是要用的 幾大支柱 美國的霸權是幾個支柱 即是美元 然後軍備 還有科技 現在是看科技 有沒有人能夠突破它 其他 坦白說 軍備不用說 還有這個美元 更加 中東 最近我們特區政府 很多財金官員 去了沙特阿拉伯那裡 又說 爭取中東的商家 走來香港上市 陳茂波去了 因為他第一天去的時候 我們就 這個新聞講過 所以去了幾天 第二三天我們就沒有說了 然後 說真的 中東佬 我想都很難的 石油全部美金計價 交收結算全部都美金 他怎樣可以跟你 因爲這樣 而跟美國翻臉 這個很難 他用有這麼多美金的儲備 難道轉移人民幣嗎 我補充一下 英國和日本都 作為富翁國 大家都一起買美債 大家一起買美債 那美金都不會死 一起攬炒嗎 是的 沒錯 這個就是比較 日日都有新聞 就是朝鮮士兵 去了富翼斯 周前線 但是比較新的 就是他參加本部 韓國說 朝鮮 昨天就說 他可能是 過幾天會發肆射導彈 可能在美國大宣傳 但原來剛剛 今早就已經射了導彈 然後射了洲地彈 導彈 而韓國呢 43日前自己射過 現在再射 所以射得很密 應該是俄羅斯 會幫助他的技術 以及原材料 所有東西 而南韓呢 他的潛艇也開始動工 現在南韓呢 他會是2031年交付海軍 南韓其實現在是很積極地發展他的軍備 其實朝鮮半島的局勢是緊張了 因為他們想在烏克蘭搞不定 就是想在朝鮮和俄羅斯加壓 所以就會有一個軍事競賽 但是全世界都很多觸發點 烏克蘭也是 以色列也是 跟手這邊 我們偉大的祖國再加上台灣 兩岸的關係 再加上現在朝鮮半島 真的 現在有人形容為 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前夕 你們金融界怎麼看這些東西呢 我都害怕的 你們這些客戶怎樣做 都是避險 都是買穩陣的東西 買穩陣的東西 現在不take risk 買什麼東西他們覺得穩陣呢 現在 債券那些都覺得不穩陣 黃金 所以為什麼這段時間 金價升得這麼厲害 又是怕打仗的心態 就是狂買金 你知可否記得 有一個人有些實金 大問題 其實可以的 大問題是 我經常怕中伏 怕中伏 怕買錯東西 怕買了些成績不做 雖然我找了周大福跟你 但問題是 周大福說 我不可以幫你驗 因為他們都是朋友來驗 雖然我是老闆介紹下來 但問題是 都是朋友來驗 拿來目測幫你看看 是呀 都不知道 不能夠每件驗 如果有些好的資料 可以搬到家裡 或者買些什麼 但利潤又很細 只是幫我朋友 你知道這件事 我知道 都要幫忙 都是一個人差識朋友 我們再說 今天應該是最後一宗 還有很多 還有很多新聞 那就是 繼《L.A. Times》和《Washington Post》之後 《USA Today》亦都說 它不會去表態 去任何一個 但之前 其實美國的傳媒 都普遍都是支持民主黨 但今次 他們很多不支持民主黨 都退訂的人很多 現在這個 《USA Today》 他們也說 不會站台 上一次 他們曾經試過站台 就說 16年的時候 就站錯台 反對就好 但是 支持拜登 結果 就贏了 再之前的時候 他們也不是特別站台 所以也不是特別算 但會發現 不會特別算是很離譜 但會發現 很多已經不可以站台 民主黨的 民主黨的人 他們很多 基本盤 都不支持 現在民主黨候選人 沒錯 另一個就是 怕秋後選將 如果特朗普強勢 比較似乎是會當選的話 他們說 哇 人家是什麼人 公開反對 他們 之後被抓人 封鋪 很小器 怎麼敢站出來 所以現在 誰擔心 Taylor Swift 第一個 這麼大的藝人 走出來支持 何錦麗 如果特朗普選到 我不知道 他可不可以 唱演唱會 他跟Puff Daddy很熟 他跟那個 捉了 可能有些片 有些東西 有些很賤的東西 被人拿著 不如這樣說 Taylor Swift 你喜歡他嗎 一般般 你覺得他的演藝 和麥當娜 和那些加價 沒有 那些加價 正很多 他為什麼這麼紅 一定有 老闆 你懂的 明白嗎 所以他一定要死撐 明白嗎 有理由 所以叫他一定要出來撐 我就說 大哥 天后級好笑 OK 那一定要撐我講 還有一件事給你聽 你知道韓國人 現在的聲音是怎樣捧出來的 那這些 那些也是嚴格篩選 你知道第一步是什麼嗎 要試一下他乖不乖 聽不聽話 差不多 你剛好一半 但是怎麼試 老闆試 新紳士 還是囚禁式 你都猜到我吧 首先拍AV 明白 我拿著 AV 好過拿著你的合約 明白嗎 所以全部 你紅了 你都要繼續靠我 全部 你會發現很多流出 很多流出的 韓國 你就要他 全部人首先 看到所有 所以我看到迷韓聲的人 我覺得很狠 你首先要拍AV 那這些 你全部進來 為什麼你要去羅里島 為什麼要去那些 你首先要透明狀 這些就是透明狀 明白 明白 所以你 這個 Taylor Swift 那些 或者甚至你有力量度 都很可能 都猜到這些 都猜到這些 但是 就算要這樣 都未必紅 做齊這些 都未必紅 我昨天跟一個人說過 其實 譬如我跟你 我們只是色情 我們做最多的 都是跟色情有關的 但是現在美國那些 是變態 淫亂 藍藍 戀童 甚至 劏人 食人 那些叫做邪教儀式 吃小孩 毒品 他們那些才叫做 我們是很正派的 殖人君子 沒錯 絕對 人出無害 是的 他們那些是真的很離譜 我們說今天 真的還有一件 真主黨就說 發表電視講話 他說 他說 終於有失憂 因為之前 出書寫過 殺了 他說 不會刻求停火 但是他都可以停火 不過問題就是 他曾經試過 真主黨 曾經試過有個slogan 就說他要是消滅以色列 原來他不是 我最初以為是他們的憲法 或是他們的黨章 規定了 其實沒有 但問題就是 口號來的 口號來的 但是他真的 真主黨 10月19日用無人機 炸過內塔尼亞湖 在以色列的住所 他只說沒有死 但是他仍然有機會被殺 所以兩個其實還是 應該都很難會背 說真的 那裡也是打得七彩 所以我覺得 一直都還沒平息 至於現在四周圍 都封煙四氣 我覺得 如果李松是一個指示 我覺得天下大亂 越亂越好 因為那裡亂 美國就不得人搞中國 現在就是想 特朗普就是想把所有的close 全力對付中國 因為中國才是對手 這些事情對他來說 那堆是屎坑 你沒有好處 你只是扔錢出來 第一就是特朗普 他說他很有信心 中東和平 其實上次也是 他在任的時候 中東是特別和平的 是 還有大家握手 那他是說他有信心 所以這也是其中一個政綱 其中一個賣點 就是只有他 才能夠擺平中東的人 這個我覺得都會買的 但是你說是否真的想 集中火力對付中國 又未必 因為他最近也有個講話 就是說 如果中國出兵台灣 他其實是不會 其實暗示 他沒有說他不會幫忙 他只是說 那我就加他關稅 但美國不是試過第一次反後 當年打朝鮮戰爭的時候 是艾奇遜防線 他說他不會搜朝鮮和台灣 所以朝鮮才是男侵 今天陳才是男侵 誰知道最後是反後 他不止一次是反後 後來俄烏戰爭 他都說他不參與 他說他不參與是很支持 對 所以到最後的時候 你不知道他究竟是玩哪一套 即是可能開口牌 有不同一點 我覺得有機會反後 至少他們說的話 連Beautiful也不可以相信 所以我覺得 不敢去看他是怎樣 但是如果那裡 如果你俄烏和爾巴 朝鮮局勢 我相信美國是不敢開中國戰線 但問題是 如果他全部都關閉 開中國戰線 但如果全部都關閉 他的氣勢就會弱了 所以究竟他怎樣開發 我想都要以後看來看 嘩 但是真是天下大亂 天下大亂 對於我們這些 你都還是一個 請求你有辦法 有辦法 我都知道 再亂一點就不知道 我經常都說 你小亂或者中級的亂 你總是有亂世財 但如果真的亂到 所有東西都遮蓋 大家攬炒 不如我們一起去曼谷試試看 曼谷是世界最和平 最亂 曼谷是世界最亂的地方 現在全地球最亂 很多事情都要戰亂 你亂得以為全部人都會去的 他是中心來的 即是所有特務CIA 國安 全都集齊 緬北的湯人 金融 又有得玩 又有什麼錢都開賭場 但又有一定的秩序 又有一定的繁榮 現在全地球的冒險家 都一起去曼谷 其實去曼谷投資也不錯 我們可以找人去曼谷 Cowboy Stay 我們會先做一些前期的工作 聯絡在曼谷的人 但你敢不敢 問題就是 新交易貴 新加坡 美國 香港 你會不會敢去曼谷 去曼谷去闖一闖 分一部份的人 有危才有機 通常這些地方 的margin又會高些 以及upside又會大些 曼谷最少有些事情玩一下 有很多事情玩 不是 這麼說 越南也很多 聽我的朋友說 曼谷先進去越南 你去曼谷你一定會開心 去曼谷你一定會開心 去曼谷你一定會開心 去繁榮程度高 90年代曼谷是很好玩的地方 80年代 只要繁榮很先進 而且你會自由很多 越南是沒有什麼 那有什麼地方推介呢 如果真的去曼谷的話 如果去曼谷的話 我們先去找一些朋友 在曼谷的東西都好吃 找一些朋友 搭一些路 認識一些人 然後才再搞 是 因為好像都開始有人投資房地產 那邊 其實所有先進的東西都有 曼谷是一個資本主義國家 所以你還可以有活動空間 在越南很難有活動空間 你不搞政治 因為曼谷政府的力度很弱 所以你有機會 還有所有的東西 你去醫療 別人做變性的 所以緬北的那些 湯換腎 都在他那裡做 都在他那裡做 如果有人偷動 都是經什麼去的 你一定要問 你不會敢去緬北換腎 你都不敢去緬北換腎 廢都換了 準備開賭場 所以遲些會 即是國內的朋友 很多地下賭場 很多地下賭場 所以現在就開地下賭場 那你有權賽 本身是一個很好玩的地方 而且 如果我們也說過美式 以前的時候 我們會覺得 九歲年代的時候 你十多歲 那些泰妹很便宜 但是現在泰國 因為她 高級了 紅了 所以很多泰國美女明星 你會看到 我這個不能不贊 因為最近這幾年 做多了娛樂製作的事情 泰國的水平是很高的 泰國的水平是很高的 所以我覺得 我們應該 真的 無論是演員 還是編劇 即是廣告的創作 那個想法 還有拍出來的效果 是非常之好 最近我都說 這幾個月 我看過一套叫全職乖孫 那套都非常好看 電影很多電影 真的很多電影 所以我們收了麥克風之後 再亂商 想想怎樣去泰國 進軍泰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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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歡迎所有網友一起去 沒錯沒錯 去考察 考察團 亞洲電視考察團 多謝大家 多謝大家 多謝收看 多點上來 多點邀請我 多點新聞節目 好 拜拜 多謝